我看這個廣池不害延期應該是四字母叫做走一步看一步 它最後是建立刑期 它想說這個如果讓它蓋210%是太可惜了 它這麼說這麼大的地蓋蓋個400%一步為夠 所以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所以它來增加容積 現在不是說增加這個對大家有沒有好處 而是本來我們平宅在這邊已經幾十年來 讓我們這邊覺得好像是一個要說平民期 就是一個比較沒有經過開放的地區 那現在如果說因為增加這樓梯板面積在蓋公營住宅 那公營住宅以後進來的品質 到底誰能夠成為公營住宅的住戶 大家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換湯不換藥 原來的平宅換成公營住宅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講說以後的公營住宅 到底是住的是誰 如果說以後的公營住宅是住的是四五十指等以上的觀營 那沒關係啊 那可能就代表說那種層次會越來越提升 那現在不是 我想我們很多附近的基民在講就是告別 先告別那個平宅的夢魅 希望迎接來的就是一個立地一個開闊 即使你社會用地就回歸到社會用地 不要用社會用地又把它又轉 又把它轉個籤多個籤又幹什麼公營住宅 那這樣會讓人家覺得說政府就像是一個營利機構 他看到這個東西還可以用的時候 拼命要去幹 幹的話他可以賣錢 或者幹的話可以拿錢利金 我曾經在上一次我們有一個支救會 去招惹的時候我就講一句話 我說政府當然不是營利事業機構 所以政府應該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營利事業機構 我們一定要記得我們是要來服務市民 所以不是營利事業機構 就不是說用產品概念去計算說 那到底能夠蓋多少 好了如果要蓋那國務金利管也要給它敲掉 它也可以蓋摩天大樓啊 沒有錯啊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大樓不是有一個大樓的 敲除它以後要蓋成 將來是要蓋成三百萬一坪的大豪宅 那國務金利管是不是 它的容積是不是也可以重來 我講這個問題是要給施政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不要認為說它容積有餘 你就想辦法把它蓋滿 就是說不是容積還沒有用完 你就拼命把它用完 話比說這一代的錢沒有用完 那就一定要到死之前 一定要把前後的錢都用完 那下一代是什麼 我想這個觀念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不要 從你畢生的力量就是要把它容積蓋完 把它使用完 所以大家現在考慮到 如果把它弄為百分之四百 容積力提高百分之四百 它想辦法就停講了什麼容積 講了什麼 錯一錯又有了 有了又蓋上去 那以後還不是一樣回 回不到平整 那大家對 本來對西路六段 抱持很大的憧憬說 將來 必須環境改造 能夠變得更大家適合人居住 大家很開心 結果最后面還是 無疾牙中 還是空環洗衣場 所以我想我們講了這麼多 其實應該回回到原來的 就兩百億就兩百億 不要去想 想要蓋多少 人家蓋多少的話 台灣的地很多 以前李丁溫時 他講的可以到甘蔗 台糖的甘蔗也去蓋很多很多的 人家住在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們不要把他問題扯眼 我的意思就是 這是一個僅存 受國僅存的一個地 如果能夠把它好好利用 不要好好利用 我們應該講 不是要好好利用 而是要低度使用 我這樣講 大家了不了解意思 就不是要好好利用 如果你把它 用成本概念分析 要去把它好好利用 市政府講的都覺得是對 那對的是對到哪裡 對到我就是要將本求利 那我想我在地的不希望 就是寬一點 開闊一點點 那社伙的歸社伙的 如果說大家對社伙用地 供應用地跟當業用地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緩對 我們不應該再擴充 我上次在那個資料 在講的時候 我說這三個啊 這三個百分比 四十十五跟六十 這個百分比啊 大概喔 要再變比較困難 那已經博德已經用過一次 但是你不能講說 博德現在會標了 來一個新的 或者是重新要 要啟動的時候 你就再來一次 因為你想到了 當時沒有想到 你要想到再利用 所以我是拒絕啦 我是嚴格的認為說 不要高度利用 寧願讓它不利用 寧願讓每個人 持有立體的面積 或者是讓每個人 共同的那個 齒溫的多一點點 我想這個觀念 只要建立下來 其他就可以不用談了 容積不要增加 其他就可以不用談了 我現在講在這時候 什麼東西 是不是這意思 就是說 不要高度利用 我們採取低度利用 那其他的 是不是我們等一下 可以跟大家再計較 我想 這個原則上 就是不要高度利用 原則上就是低度利用 這樣大家都可以說 至於那位置擺哪裡 有製造型的關係 我們這就會有人提到 製造型的關係 什麼什麼關係 那個移啊 那潛溫大腦也可以移 移在適當的位置 讓大家對那個位置 你讓它可以升 多高的大腦沒關係 容積固定的 但是那個 下個方向 只要對大家都能夠 沒有損傷 我想大家 這些都是善良的百姓 沒有人會去杯葛 因為 放著在那裡也不是辦法 總是要 要把他那個整件 那成立月跟我 也一直對著這個 有兩棟貧窄 我們希望啊 儘速啊 來讓他能夠為禮 採除之後 儘速能夠 看是不是能夠 在改建之前 能夠儘速的讓他採除 我們政府啊 都要求建商做臨時性供應 結果政府不去做臨時性供應 我們要求很多的建商 要多更要改建 你看基隆路旁邊哪裡 旁邊都很多 把它拆掉 做臨時性供應 然後他來 給他容積強力 他說你有貢獻 那結果政府卻 不帶頭去做 這很可笑 很可恥 為什麼這樣講 就做白郎西 叫白郎做 要自己違背了嗎 所以我想 對我們大家來講 開花能夠快盡量快 但是不能快 所以我們認為說 那個舊黃色 能拆的要盡快 社會局要盡快的 來背一算來拆 我記得要拆那兩棟黃色 不是很多的錢 了不起是五六百萬就可以了 真的不是沒有錢 一算剛夠 一千八百億的一算剛夠 所以我們認為說 你們一定要把大家的問題帶回去 讓主力越少越好 讓助力越多越好 那對大家廣持這個延期的開花 整體來講 我想以後 大家就有共同的驗解 以上我先做這樣一個報告 那待會請大家 細節的 大家你們住在這裡 你們是最清楚的人 不過我原則上 就是不要增加容積這樣就對了 大家說是不是 不要增加就好 不要增加 就不要增加 一百次也不要增加 那不要增加的話 就低度使用了 那增加就高度使用 當然容積沒用 我知道 可以不要用完了 身上有錢 不見得每天帶兩千塊錢出門 就兩千塊錢 一定要用完才可以回家 我可以不要這樣子 我們存一點起來 給後代子孫啦 欠一點錢 欠一點容積有後代子孫啦 不要說拿自己 拿自己 一二人都沒錢人開啊 沒有容積可以用了是不是 我就做這樣一個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